第八 在我们现在解经里面 常常有自由而造就倾向的解释 那么是否违背世经法呢 所谓的灵异解经 这个我们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已经讲了 我就不太多讲了 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 灵异解经 解经我个人处理是这几点 第一点历史性的 就是说圣经作者 在当时写这个书 它的背景是什么 它要处理的问题是什么 它要讲什么 历史性的 圣经本身要讲历史性的解经 第二神学性的 神学性的其实就是所谓的灵性的解经 灵的解经 当然不是灵异的 不是寓意的 属灵的解经 为什么呢 神学性的解经就是说 这个不管是对当时的作者 这里面包含着神对历代教会所要教导的永恒性的真理 普遍性的真理 所以这个是属灵的教学 这个不是在经文作者本身意思之外 脱文本 脱字句的那种不佳的那种超越的那种灵 而是经文本身启示出来的永恒不变的那个真理 今天也对我们讲话的那个真理 这个是属灵的 所以历史性的 前面有个文学性的 应该放在第一点 透过文学性的解释 发现历史性的意义 最后达到这个神学性意义 历史的文学的 神学的这样的解经 文学里面就包括什么文法 对不对 因为它是语言的规则 所以 然后你不管你灵修 你都要走过这个过程 这一段 我今天默想的这段经文 是不是一个正常的自然段 它的题材是什么 前后文脉是什么 时代大概年限是什么 遇到了什么问题等等 然后研究历史 然后其中里面永恒的 作者要表达的那个永恒不变的真理是什么 哪些是历史性的 过去的 当时的 今天不适用的 哪些是永恒的 你灵修也要这种方法 也要这种方法 这就是 灵修就是一种 轻松的 愉悦的 侧重于实践的 个人性的 圣经诠释 经过圣经诠释之后 得出来健康的 经文的意义之后 你再默想 应用在自己身上 对不对 而且要按照经文的规范去应用 不能乱应用 你说 在我们现在的解经里面 常常自由而造就的倾向 你们的情况我不太了解 但是普遍 中国传统的教会是相对比较自由的 为什么 没受过正统的神学的训练 后来改革开放以后 渐渐的什么广播也进来了 文部的培训等等 海外的开始 渐渐的开始 有更多的传道人接受造就装备 但是还是绝大部分的人 缺乏一些基本的训练 所以解经上还是比较松散和自由的 可能广注重这个发亮光了 得造就了 去忽略了经文的这些文法 历史神学性的意义 结果我们是得造就了 扭曲经文的这种 或者跟经文没有关系的 这种情况 所以大家学神学的重要性 就是在这里 如何正确地去读经 去理解圣经 去默想圣经 从圣经里面获得真正来自神的教导 来建立我们自己的信仰 更爱神 更敬畏神 然后当我们去传福音 去教导的时候 也能更加正确地去宣讲 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教导 最后 今天我们的几经 沿着宗教改革的路线吗 还是其他原则 因为基督教里面 除了那些异端 我们里面 如果说的话 福音派里面 大体上有什么六个 有的人说七个宗派 除了改革宗以外 还有路德宗 信义宗 还有安利干宗 英国圣工会 还有锦辛会 还有约翰·魏斯里 他们就是监理会 这是五个 还有目前还有什么 灵人派之类的 当然不同的特点 长老会改革宗都是归一类 大概是这几种 那么怎么说呢 今天我们的解经 我个人的解经 是延续改革宗的 那他其他人 有不同的宗派 不同的原理 他们或多或少 都遵循不同的解经 但是如果你想获得正统的解经 几乎基本上 除了自然主义 我们说自由派的那种解经 高等批判等等 倾向不同 但是基本现在正常的解经 都是都开始注意什么 文法文学历史 当涉及到神学的时候 可能就出现差异了 前面几种大家都在一同追求 因为他们也认识了原文的重要 这个题材的重要等等 这个修辞的重要等等 文学历史解经很重要 历史背景等等很重要 但是涉及到神学的时候 大家的差异就不一样了 因为不同的宗派 可能他有他不同的信仰前提 他的解释可能更倾向于 自己的立场 所以造成同样一段经文 圣经学者解释的倾向都不一样 有的人是这样解释 有的人是接受这种理解 有的人是接受那种理解 那你要做出选择 对不对 大体上都有这几种 其实就像历史上的那种分派一样 天主教分成什么七层 大体上就两类 一个是什么自聚派 一种是什么寓意派 这是从犹太人的解禁 拉币他们的开始传统就有了 基督教也是受这两个影响 一种是自聚 这个自聚不是我们说 自聚叫人死的一个自聚 是正常的这个尊重圣经文本的 文法历史神学解经 寓意的呢 我们就是这个比较随意的 灵异解经 大体上都这样 这种什么读者中心的 中心的 近现代的读经法 更强调这种读者中心的 有的人说这个经文本身 实际上只是世经学的课程 经文本身字面有它的意思 作者原作者的意思 然后第二呢 有人说是这个是 作者已经死了 只有文本 那文本的意思是什么 需要解释 文本也死了 因为我们读 每一个文本都有自己的 这个文化圈 理解架构 所以我们读文本 其实根本不是发现文本的意思 这是错误的说法 我在描述 不要信 不要安门 然后所以实际上 你读的经文的意思 都是按照你自己的思想圈 你所属的文化圈来 全是这段经文 所以文本也死了 那读者也死了 读者也死了 读者不是自己的理解 而是自己所属的 文化圈的理解 所以全死了 那经文到底什么意思 搞不懂了 对不对 所以历史上 大体上是这两大类 一个是经文本身的意思 另一种是读者中心的 读者中心的去夹自己的理解和意思 读进经文 所以要注意这几种 现在解经的法则有很多 我就不一一讲了 其实这是属于 诗经学课程里面要讲的 因为我们作为神学导论课程 重点是概论性地给大家提供一个神学方法和原理 具体涉及到一些内容的时候 那是另外一个课 诗经学课 我们要学的